奥运赛事正经,网友们皆搭载着情绪过山车 跟随着运动进而的夺冠和西拜起起落落 根本无暇东顾,两耳不闻娱乐是 举播的平淡,票房卖不够 可偏偏百花奖要在这回赶浪头 当初官宣提名,就一片声讨 主流奖竟堕落成流量奖,含金量直调 再不是把奖颁给实至名归的戏骨 而成流量争夺话语权的手段 网友唏嘘要玩,演艺圈知名编剧一凯探,一言难尽 奖项揭晓,庆幸没捅破体面 考虑到公信力还算合理 李雪剑碾压师拿男配,没人不服 逢神里点睛之笔 而相比最佳男配争议不大 朱一龙拿下影帝,玛丽拿下影后 却成本届百花奖最大争议点 而距离百花奖落幕已经过去了四天 影帝引起的争议并没有平息 反倒是越演越烈 有网友发现,相比其他几个奖项 均是零气圈票投出结果 有超30位评委在评选影帝式气圈 一时间将朱一龙,王俊凯以及一阳千玺 三人推上了风口浪尖 要知道,早在入围名单公布时 王俊凯万里归途挤掉一番张艺 而一阳千玺立压沈腾入围就备受质疑 通过这次公布的票数看 总共有101位专业评委参与投票 包括最佳女主,最佳女配 以及最佳男配等奖项均是零气圈 唯独到最佳男主投票时 有多达36位评委气圈 通过公布的得票可以看到 本季最佳男主入围者朱一龙得到30票 而刘德华得到21票 张艺兴9票 而王俊凯三票 易阳千玺仅有2票 最终朱一龙夺得硬帝 光是从票形看 朱一龙和刘德华两位实力派演员得票较多 而张艺兴、易阳千玺 以及王俊来三位流量军事各位数 可见专业评委可不吃人气那一套 比较奇怪的是 这次101位评委居然有36位评委投了七权 宁愿放弃自己的权益 也没有将票投给五位入围的演员 而该消息一出不仅登上了热搜 朱一龙、王俊凯以及易阳千玺也遭到了群嘲 其中朱一龙被质疑保送 之所以有那么多评委弃权 就是害怕破坏主办方的计划 不得不说 就算有36位评委弃权 但是朱一龙票数也遥遥领先 可见评审对他还是认可的 以至于有不少网友将矛头指向了王俊凯和易阳千玺 前者仅有3票 后者仅有2票 之前吹得多厉害 如今就有多打脸 很多网友喊话评委宁愿气票也不投给他们 这一期压根就没资格入围 而且易阳千玺已经连续两次入围 且仅有2票了 不过俗话说 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 无论是唱歌还是演戏 都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 也注定不管谁获奖都会有争议 但是大家的眼睛是血亮的 有如此多的评委 宁愿气票也不选择确实蹊跷 而第20条林玛丽的表现 并非万口一词的好评 两极分化严重 有人喜欢觉得他把母亲形象雕琢出骨骼 重用了血肉 碎碎念 心词却也坚韧 偶尔柔软 百般澎湃的情绪化作一滴泪 克制隐忍 看得人鼻头一酸 有人反感 谁愿意掏着钱去看闹腾不清的家常理短 更何况玛丽饰演的李茂娟 全程偏离主线 反倒高业饰演的检察官 坚守正义 负重前行 震聋发挥的呐喊 更向女主 说来影后的角逐 没有话题度 被个奖项夹奖也算实至名归 却颗粒无收 喜剧女演员的进阶路 还是玛丽超车领先 被主流承认 养眉吐气 镜头聚焦 她眉眼皱成穿字 泪水直往外泳 真喜极而泣 确实 喜剧常被影视圈移落在鄙视链底层 漠视视若无睹 即便你是被观众逢神的百姨顶流 也照样低看 这条被刻板印象独死的穷相 经张一谋相助 终被玛丽打通 丽莹面大意味着飞升 但她缺席 按套路等于陪跑 可当大屏幕上显示票数 赵丽莹抢先 高叶紧咬 你追我敢 进而跳叉 赵丽莹献胜 自古文无第一 艺术毅然 双书皆强 给谁都欢喜 也会生遗憾 高叶的演绎 颠覆大嫂 自然流动的妩媚风韵 她正的发泄 生死历劫里有万军力量 戏份中 但论震撼度 得是客串的赵丽莹 细尽千华 用无声的崩溃 演绎真耳欲聋的苦难 天台边的绝燃 以衫不整的破碎 都转足眼泪 有限戏量惊鸿一片 女配李高叶到场 等于奖项名牌 颁奖前夕 在提名者的见面会上 没抑制住心头的激动 泪洒舞台 有点提前开香槟的意思 结果还真突生变故 将被赵丽莹拿了去 镜头捕捉到她失忆离场的瞬间 说不难过都是假的 那夜后 好事者揪住赵缺席的点 凭空制造是非 不合群 装清醒 显得没诚意 就没见她与第20条剧组合提过 独来独往 绝非有意 熟悉赵丽莹 做事风格的网友都知道 内风娱乐圈的盛会 身为85花的赵丽莹 就显得格格不入 她几乎不合杨幂 刘诗诗等人互动 在人家亲密贴贴的时候 她独自坐在角落里 像是被冷落的一类 面对镜头的职业微笑 都透露着尴尬 而就是这样的一类 已经成功甩开了85花阵营 从幸福到万家 到风吹半下 在到底20条 赵丽莹的转型之路 走得相当顺利 隔壁杨幂要转型的号角 反反复复吹响了无数次 但赵丽莹就在不声不响中 用作品证明了自己 只要拍戏 就心无旁骛地塑造角色 名利场地纷纷扰扰 统统推掉 这次缺席百花奖 是冯小刚导演的 向羊花正热火朝天的拍摄 励志故事 讲出一女子向羊重生 赵丽莹作为一番女主 就是称其整部影片的核心探点 而以赵丽莹的演技 这部电影只要剧情有保障 就是一部能让赵丽莹 在电影圈站稳脚跟的作品 人气爆棚 剧组周围近视看热闹的 平心静气数年的逢党 都罕见发飙 恰头趣味的指 聚焦她极致白脸的傲慢模样 没少遭网友的围攻 虽然人味道 诚意是有的 委托人分享感言 拿奖是未知 就像做演员 时而波澜壮过 时而平静如水 平静权力就好 字字千选而热忱 颁奖典礼完 赵丽莹简短发文 观众对我的喜爱和支持 是最大的流量 是好的开始 流量二字 甚是刺眼 像是耻来的回应和初次言 可还记得四个月前的大数据盛典 玛丽的内涵游在耳边 玛丽标榜自己为不爱宣传 不懂宣传的实力派女演员 一通话里有话的寒沙摄影 让观众想到同剧组的赵丽颖 电影商营前 蒲天盖地营销 都把路人观众搞糊涂 谁才是女主角 票房成绩 自有赵丽颖的贡献 当时玛丽感谢一圈 愣是没提赵丽颖的名字 把不换寡而换不均展现得淋漓尽致 按理说 玛丽身为喜剧女演员 是安偏见的伤害 但她转头戴着有色眼镜 看流量演员 不该一杆子打翻遗传人 不是所有流量都该抨击 多的是实力与流量兼具 像是赵丽颖 诚如她所说 高流量不是作假数据 不是回金写通稿 在于观众的选择和厚爱 美贴轻而正是 实难人间清醒 从电视剧到电影 赵丽颖野心十足 至于第20条 本身就是一部 引她走进电影圈的桥门时 电影的主角不是她 高光不在她 更不在女性角色的身上 抬头向前看 反而争明了 不合群的赵丽颖 有多么聪明 当然在此之前 业内的很多人 都看到了赵丽颖的潜力 在一档综艺节目上 宁静就谈及了赵丽颖的野心 她直言赵丽颖 不是爱风爱玩的个性 如果不是有些难和宁静 她是不可能花费时间在综艺上 因为她有自己的表演事业 有自己要拼搏的方向 宁静的这一番话 也是赵丽颖这些年来 最真实的写照 作为演员 赵丽颖有自己的短板 曾经的她因为吐气 不被时尚圈青睐 因为英文发音 被群嘲 但在赵丽颖的身上 同样的事情 不会发生两次 岁月沉淀出来的大女主 如今已经成为全能大花 赵丽颖甚至不在意外界的任何声音 只想塑造好的角色 好的作品 和很多半路开香槟的演员 依然不同 赵丽颖从不自我吹嘘 也绝不自我否定 她承认自己的张扬和风光 更迫切地从中汲取营养 成为参天大树 在此之前 赵丽颖几乎常常和八十五花纠缠不休 此前因为电影和杨逆争翻味 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甚至让电影宣传都无法收场 但如今看来 赵丽颖从没有把八十五花的其他人 当作自己的假想敌 她只是在超越自己 超着超着一回头 发现以前总是被放在一起比较的对手 都被甩在了身后 总而言之 这次的百花奖最佳女配 赵丽颖拿得实至名归 只是赵丽颖本人 好像对这次的奖项 没有太大的情绪波澜 这边的讨论热火朝天 但是赵丽颖还在准备自己的新电影 她早就沉浸在新的角色中 开始了优异伦的突破和挑战 在赵丽颖的身上 我算是明白了什么叫做 掌声和鲜花的确重要 但她还要赶路 好的坏的都影响不了她前进的步伐